大家好,我是藏族小伙丁真,我来自四川省礼堂县,我的家乡去年刚刚脱离贫团,我也找到了一份文地的工作,我和我的小马珍珠在我的家乡礼堂,欢迎朋友们来旅游,祝大家春节快乐,扎西得乐。 凭借着一段野性与纯真并存的微笑短视频,2020年11月中旬,丁真引爆互联网,几天后,礼堂旅头公司将其签下,旅游宣传片火速推出,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的运营让丁真现象成为2020年中国互联网标志性事件之一。 礼堂地处川藏巅交界处,海拔超4000米,常住人口7万余人,雪山直插云霄,草原一望无银,高原风光绝佳,有天空之城的美誉。 经过多年发展,曾经破旧落后的高原小县城如今焕然一新,传统藏式民居错落有致,咖啡馆、餐厅、民宿、博物馆一应俱全。 回乡创业的藏族小伙汪波在礼堂的人康古街开了一间藏式甜品店。 他说以前只有每年赛马节的时候游客才会猛增,自从丁真活报网络后,现在每个月都是旺季。 每天来的游客都是90%都是来看丁真,丁真没活之前,最旺季的时候,我这边的话就是每个月营业,就没超过25000吧。 通过丁真活了以后呢,我在这里的所有的营业员啊各方面的人气,真的是它的双倍,可能比双倍还更多。 如今,礼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,到礼堂旅游的游客或是来看丁真本人,或是来看丁真的家乡,或是感受藏族的文化,多少都会因为丁真元素踏上旅途。 丁真同学他身上有那么多的让我们打动我们的地方,比如说纯真,清澈,还有他那么美好的原来的生活状态,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大家喜欢的理由,但是我想丁真的道路不仅限于此,他还有很长的路去走。 礼堂县国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喜说,礼堂是川藏南县茶马护士的重镇,文化天然具有包容性。 近年来,交通、网络、电力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,引来众多文化创作者。 所以丁真的走红是偶然,也是必然。 必然就是礼堂在做准备,一直在做准备。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之中的话,礼堂已经有了这个死和旅游和文化创作者的这种一片土壤。 偶然真的是天选之子,丁真他的笑容,他的微笑就让大家觉得开心。 然后他的容貌代表了大多数对审美观念的一种统一,所以说就造就了大家对他的认可。 丁真走红后并未频繁走穴收割流量,而是在当地安排下学习汉语、文艺、马术,以礼堂县文化旅游形象大使的身份开展工作。 作为公司领导兼文化科老师的高小平,希望丁真保持率真的同时,学会更多的技能和知识。 在以后的生活中懂得分析和选择,走上自己喜欢的发展道路。 利用他的这样的一种流量,能够很正向地去宣传咱们礼堂的文化和旅游。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很功德无量的事情,还需要时间去稳固自己的学习,让自己将来在社会上能够知道自己的选择,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一条道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